OK继续打破砂锅问到底 来探讨比亚迪的刹车踏板问题 因为网络上也有些朋友说 我也穿很大的鞋 我开这个车没有问题 没有遇到问题 今天早上我特意穿了 我现在自己所拥有的最大的一双鞋 其实它的尺码不大 这双鞋的尺码也就是欧码的 6码半 我查了一下对照 也就是40码半 40跟41码 就是我平时穿的码数 但是这双鞋就是时下流行的这种大顶鞋 很潮的 很多潮人年轻人喜欢穿 其实我个人很少穿这种鞋 因为开车不太方便 但今天我就穿了最大的鞋 结果我一开这个鞋 这个车 我一开这个车就发现 哎呀不得了 真的顶得很明显 你看我正常开的时候 你看一下我的头 我的鞋头 每次上来的时候 真的会顶到上面 你看现在就干涉了 你看我一踩刹车 它就会顶 这个脚就会有一些多余的动作 很明显我在走走停停的时候 每次脚这样抬起来 都不是说急刹车 而是正常的这样抬起来 都会有这个动作 所以挺难受的 那我就在想 是我这个鞋到底有多大呢 我就拿个尺来量了一下 它这个鞋底呢 是31公分长 然后我回公司呢 找了一个同样 应该是穿44码鞋的一个大汉 他今天穿一个普通的那种白球鞋 我量了一下 它的44码鞋的鞋底 就是30 31公分 所以我这个鞋呢 说是六码半 那实际上它的鞋底长度 已经等于别人44码的长度了 那我今天就以一个1米7的身高 体会了别人一把44码鞋的 大脚的这种感受 那我就能够亲身领略 如果你是穿大鞋 你是大脚的话 开这个车会遇到什么情况 那当然了 有人说 那我是不是就完全不能买这个车了 为什么有些朋友又说 开这个车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呢 那我就尝试改变了一下 我的驾驶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的脚尽量往后深一点 不要踩那么多的油门 其实它这个落地油门 踏板最好的踩法 是整个脚掌印在上面 这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尝试往回收一点 不要踩那么多 比如说我只踩三分之二 甚至只踩一半的油门 这时候我的脚要往回深 这时候我再去踩刹车的话呢 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容易碰到上面的那个板 但是我只能踩一半的油门 不能这样完全踩 就往回深一点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把我的脚的脚后跟 不要这样去移动了 我脚后跟直接立在这里 跟刹车踏板对准 这是我平时踩刹车的一个动作 然后当我要踩油门的时候呢 以这个脚后跟为一个圆心脚 这样斜着挪过去踩 这样也没有那么容易碰到上面的踏板 这也是有一些同事他挤进尝试之后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办法 所以并不是说你脚大就完全不能买这个车 只是说你要改变一下你的驾驶习惯 当然你说这样是代表我们能接受这个设计吗 不代表 我觉得好的设计还是应该能够适应各种不同身材的不同驾驶习惯的人 好了 这就是今天正好恰好穿了这双鞋能够体会到这个问题 也找了一点点的解决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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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